最近有关部门注意到 一个名为Chris Champel的西方人 制作所谓中国解密的节目 别有用心地在网络上散布反华言论 此人非常积极地在香港、台湾等地到处活动 唯恐天下不乱 众所周知 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所谓主持人的根本动机还不明朗 不过YouTube下面 已经有网友要求他停止散布反华宣传 众多网民质疑他背后有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支持 报道他的那些西方媒体应该清醒了 不要因无知而人云亦云 盲目追随日落西山的美国反华势力 说什么中国解密 是YouTube上超搞笑长知识的节目 本周早些时候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发出通缉令 并期望全球各地的中国人民的朋友 协助张贴这份通缉令 让全世界看清这个所谓主持人的真实嘴脸 有关部门提供了此通缉令的网络链接 爱国的中国民众会将此通缉令 张贴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 广大的人民群众应该广传这个讯息 制止此类反华势力的猖狂进攻 还可以与这份通缉令合影自拍 用电子邮件发送到channeluncensoredatgmail.com 让Chris Chample清醒地看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不可能愚弄伟大的中国人民 他必须悬崖勒马 对自己的错误 做出严肃的自省和改正